21.5层的新陈屋原有收纳不足,凉压床与天花过低的问题。 设计师以精湛的设计工艺解决原屋矿问题,将温馨的空间带入屋主生活。 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。 我们会新介绍有温度的无印封空间,与多元且技能的收纳规划,最后是毛主子最爱的跳台游乐园。 整体空间以温润的日式无印封铺陈,搭配低色温轨道灯塑造温馨调性,客餐储空间为开放式设计,放大空间感。 因女主人喜欢插花,因此将中道与餐桌连接,放大使用台面,操作起来更加舒适。 私领域以双曲线添花弱化锐利的梁柱,解决两压虫的风水疑虑。 工领域施作大量且多元的系统柜,满足一家人的收纳需求。 玄关处柜体以门片覆盖,塑造平整清爽的立面。 同时可以避免宠物猫调皮时破坏物品的几率。 电视墙则选用开放式柜体,实收纳与展示技能结合。 我总希望宫领域为猫与主人共同的游乐园,因此将电视墙与猫跳台结合。 周末假日休闲之余,与猫咪一同享受慵懒时光,不胜拘束。 方寸势力设计,林炳勋,李自颖设计师利用多年经验细细调配色彩与光线, 以细腻的方寸美学为居者呈现理想家居。